要特別注意,我怎麼知道說這相關的訊息有關什麼,取得時間 然後怎麼去做日期跟時間的格式化部分 其實在那個Oracle的網站上面都有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查詢的話,其實你就到哪裡呢 到Google一下,Google關鍵字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搜尋什麼 搜尋Java,然後後面加一個Doc JavaDoc,這個JavaDoc指的就是說 Java的所有的相關的文件 它就會跳出第一個就是Java API的一個Documation 意思就是說實際上你們要學的這個Java指的就是說 其實你只是學會怎麼樣使用這一些函數而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比如說如何取得時間 其實它裡面就有什麼,相關的說明 那你其實將來你們可能需要的就是說看懂這個說明書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學Java,就是教老師教什麼你就學什麼 但是你沒有自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為以後你們如果出去業界的話 你的老闆不會跟你講怎麼做 他只是丟問題給你 所以你要去找答案 答案通通在這裡面,絕對通通都有 一般的書裡面它只是片段片段的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Java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邊都有講 所以你連結到Java的這個地方裡面 各位就會看到 它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簡單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以剛剛那個 剛剛同學問那個什麼 Java有沒有 Java這個函式庫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函式庫 裡面會找到什麼呢 Java點什麼呢 點裡面會有個test 各位往下找有沒有 Java點test,就這一個 也就是說你要找相關的說明 其實都在這裡 你說我怎麼做出來 我都看這裡面做的 沒有,不需要去看書 裡面都有 Java的test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test裡面的話 有沒有一個就是叫做dayformat 有沒有,的類別 有沒有,在這裡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class的summary 就是它的裡面有哪一些 有一個叫dayformat 裡面可以做什麼事 都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要把Java學好 恐怕你的英文能力 可能也要稍微好一點點 不過我這邊好像 我在我雲端 上個禮拜給各位那個雲端裡面 也有一個中文翻譯的 如果你不會的話 其實Google上面好像有什麼翻譯 你也可以用翻譯 翻譯的功能有沒有 把它翻譯一下 如果你實在看英文 有困難的同學 一般翻譯都會出現 它會自動幫你翻 不過翻的可能不盡理想 也不會至少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點進這個dayformat 裡面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summary summary裡面就有個mencer 我們剛剛用的是叫get data instant 它的那個部分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找到什麼呢 summary裡面的一個mencer 對不對 mencer這個方法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底下這個是叫什麼 就是get 有沒有 這個是get data get data instant 我們應該是用這個 所以其實我用的答案就在這裡 我怎麼找到的呢 基本上就從這邊來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有答案了 有沒有 它是一個靜態的一個 應該是這個對 沒錯 get data in 那裡面的話傳什麼 它一個整數 int就是一個整數 它的什麼day的一個style 跟tide style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它怎麼去傳 基本上這邊有一個相關的說明 那你可以傳一個短的啦 長的 那如果說你要進一步去知道 為什麼是短的是3 長的是0的話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你可以往上看一下它的相關參數 相關參數裡面的話 有一個比如說 付往這個地方完整的 這個是它的一個常數 你把它點擊進去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對應的一個表 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長的有沒有 付往是0 也就是說將來你可以用 用0來代替什麼 完整的 然後呢 用這個是一個medium 短 中的 然後長的是1 有沒有 這邊都有一個對應表 用這個地方來查 那當然你會發現 這個看這個其實 剛開始會看得很辛苦 不過看熟了之後 就通通裡面的所有的東西都有了 有的時候就是從這個地方去看到我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 順便讓各位知道一下 怎麼來的 所以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Google一下 Java Duck 點進來 這邊就有了 那將來所有的韓事庫的說明通通在這裡 那我建議各位 就在慢慢習慣裡面的相關的說明 都可以查到需要的東西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請各位把這個地方 改成回圈式的 剛剛 比如說你想說 這邊不是有3 2 1 0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跑一個回圈 把這些通通變成一個就可以了 不需要跑四次 跑一次就好了 怎麼辦呢 4 那怎麼跑一次就OK呢 其實這邊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第一個先把上面的當成註解好了 選取之後的話按Ctrl加斜線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範圍全部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你不用刪掉了 反正先放著 當參考 上來的話跑一個回圈 那剛剛有跑一個回圈嘛 那如果我循序的方式來跑 INT 初始詞的話 假設是從0開始好了 然後逗點 當I小於4的時候 就可以進入到回圈 然後I++ 再來的話 執行什麼動作 執行這個地方的動作 做什麼事呢 格式化 格式化 那這邊的話 把它再取消 取消一下 取消一下 OK 然後這些 我也是一樣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DF好了 建一個就好了 然後這邊的3 改成I就可以了 這邊改成I 那將來格式的話 就是也是一樣DF Format 給它一個什麼呢 給它一個D 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結果 從0 1 0 1 2 3 總共到4就跳裡了 結果就秀出來 執行起來 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結果 其實不是我們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的是 3 2 1 0 可是我現在跑的是 剛好是 0 1 2 3 對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把它倒過來的話 欸 這個回圈 勢必就要重寫了 我現在寫的是 0 1 2 3的回圈 可是我要怎麼樣把它改成 3 2 1 0 因為如果你現在跑出來剛好顛倒 所以你怎麼樣可以把它顛倒一下 把它變成 3 2 1 0 這樣子 現在是 0 1 2 3 所以這樣的結果不是我們要的 那這裡我想各位可以 假如剛剛的部分 這個寫完之後啊 有時間的話你可以想想看 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 這個回圈 用一個4回圈就可以把結果搞定了 因為如果說你不把它寫成回圈的話 其實程式碼會非常的冗長 尤其是重複出現的東西 重複一出現 就感覺到 就手癢就會想要把它改得比較精簡一點點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好